来了 宝贝 今天给大家摊一张古风小作品 那是非常的so easy 特别的beautiful 别的不说 你就看这几个颜色 粉蓝色 粉红色 粉紫色 再加上浅蓝色 大板刷子从下往上一顿给它划了云火 哎呀 就简简单单一个背景色 我就能感觉到这幅画唯美的气息扑面而来 扑面而来的还有一个盘 给它比栏画个圆 用白色把它填满 再用粉色随意地画上这小纹路 哎呀 樊哥一上手 明月几之有 画完明月画悬崖 彰显一身的才华 完了 这不暴露了吗 这不我一身的才华与魅力全暴露了吗 收 画完悬崖以后 我们在上方给它画上一棵柳树 哎呀 柳树开红花 你就说神奇不神奇吧 这个花不要开太密 开的稀稀拉拉拉的就行 在这棵开满红色花朵的柳树下 一位身穿黄色衣服的小姐姐 一头乌乌黑的长发 她在干什么 她在等谁吗 不 我觉得她是晚饭吃多了 出门溜达 减肥那个这儿 对了 变成长发表了 她在这儿 变成长发表了